前几天老妈问我今年还带我们出去旅游部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出去 疫情之前 每年暑假我都带着父母和我三姨 以及我老家的邻居二奶奶一起外出旅游 我带他们外旅游 不用他们花钱 并且已经坚持好几年了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在报答他们当年对我的恩情 因为当年我们家连五百块都拿不出的时候 是三姨和邻居二奶奶帮了我们 那真的是雪中送炭 让我一辈子难忘 今天写的是我的真实经历 真的是一块钱难倒英雄汉 每当想起那年父母为我凑学费的情景 我的心里都特别难受 借钱时的那种屈辱 我一辈子不想再面对 我的家乡是在山东半岛的丘陵地带 是个典型的北方山村 当时没有任何经济作物 当地人只能地理刨石 收成全靠老天爷 可以说在2010年之前 我们那里的收入只能够温饱 再没有多余的经济收入 几乎家家户户都过得紧巴巴的 我们家除了种点粮食 一年到头所有的经济 全靠猪圈里的两头猪 猪也不能喂多 因为没有多余的粮食 这种经济窘迫的现象 一直在2010年之后才有所改善 当地都种上了苹果 依靠苹果脱了困 总算过上了好日子 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大9岁 我们家孩子不多 但日子过得格外艰难 母亲由于身体原因 一直到31岁才生下我哥哥 40岁生下了我 母亲身体一直不好 干不了重活 50岁之后更是经常住院 全家人的重担落在父亲一人身上 所以我们家的日子 一直过得捉襟见肘 特别是我上初中之后 我哥哥那时候刚就业 挣的工资也仅够自己花而已 父母每天就像两头老黄牛 拼了命地在地里干活回家喂猪 我还记得我母亲瘦小的身板 挑不起一单猪时 只能一桶一桶地拎 喂完猪后 她都要站在那喘半天 就靠着父母的血汗钱 哥哥读完了大学 我也升入高中 我上高二时 哥哥结婚 家里再怎么结局 也得给哥哥办一场像样的婚礼 哥哥结婚 然后生了孩子 父母掏空了家底 而甚至还欠了外债 此时有人劝父母 让我退学外出打工 说我一个女孩子 读太多的书没用 早晚是别人家的 还不如早点打工贴补家用 况且大学不是想考就能考上的 特别是文科生 一个班才考上两三个 大部分还不是落榜回家种地 但父母没理会那些人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 想要摆脱这种面朝黄土被朝天的日子 只有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才行 父母反驳那些人 能不能考上那是我闺女的事 但让不让她念书 这是我们的事 只要我闺女有那个本事 她上到哪儿 我们供到哪儿 哪怕砸锅卖铁出去讨饭 我们也愿意 高三上学区 我父亲生了病 几乎失去了劳动能力 父母种不了地 只能专心喂猪 收入锐减 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 我高考过了本科县 被当时的山东经济学院录取 那是2000年 我们文科班50多个人 却只有六个人过了本科县 所以我考上大学 在村里轰动一时 父母那些日子 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恭喜 母亲有时会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 向邻居们展示 脸上是说不出来的得意 可是只有我知道 白天他们是多么的得意 晚上就有多么的难过 让他们发愁的无非就是学费 我报的法学专业 一年学费3600元 而当时我们家的收入 也就4000元左右 这4000元包括一家人的吃喝拉撒 还有父母看病吃药的钱 日常花费都不够 怎么来付我的学费呢 父母瞒着我 每天晚上等我睡着了 才小声地讨论学费的事儿 可只隔着一堵墙 他们再怎么小心也被我听到了 我这才知道家里那时候 只能拿得出300块钱 学费加上生活费 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怎么着也得5000块钱 剩下的4000多块钱怎么办呢 父母几乎一夜没睡 睡在隔壁的我也睁眼到天亮 我知道家里困难 但没想到困难成这样 第二天我照常帮父母喂猪 那一天母亲就到村里 关系要好的人家家里借钱 那个年代 家家户户几乎都差不多 更何况有的人家 过得甚至都不如我家 转了一圈 妈妈也只拿回300块钱 父母依然愁眉不展 夜里我听父母在小声地商量 父亲说他想带我去找找爷爷 母亲反对 母亲说爷爷是一个自私的人 更何况现在爷爷的钱 是小姑在掌控 估计借不出来 父亲说 我们是去借而不是要 可以打借条 他想带我去试试 终究是亲孙女上大学 我长这么大只见过爷爷一次 那时候我只有五六岁 我爷爷是老革命 只不过他跟奶奶早就离婚了 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家 爷爷比较自私 有了新家后 老家的家人他一律不管 包括自己的父亲 我的老爷爷是我父亲 兄弟私人伺候死的 爷爷没管过一天 他们兄弟私人也是奶奶和老爷爷带大的 所以我们家跟爷爷平时没什么联系 他是离休老干部 经济上不成问题 那时候他跟小女儿生活在一起 小姑那时候是一家工厂的书记 条件都比我们要好很多 就这样 我母亲准备了各种农家特产 鼓鼓囊囊地装了一大袋子 跟父亲坐了大半天车进了城 爷爷那时候83岁 见面的一刹那 我就觉得血缘的神奇 我爸跟爷爷简直就是复制粘贴 那是我第一次见小姑 她对我们很热情 我爸陪着爷爷说了大半天的话 头天晚上氛围很轻松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 我爸不好意思地张开嘴 绕到借钱这上面 说这次来是想借点钱 还考上了大学 学费还差4000多 快开学了 这钱还没着落 就想跟爷爷借点儿 我们可以打借条 等过几个月术卖了这钱就可以还上 估计小姑早就想到了 他耐心地听我爸说完 然后一脸笑意地回答我爸 哥 老人家的退休金有多少 根本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多 我呢 打开天窗说亮话 咱爹的那点钱 每月吃点喝点就花完了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老人家一把年纪了 吃过苦受过罪 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了 绝不能让他受委屈 他的那点钱每月全花到他身上 所以根本没有多余的钱 至于我 你也看到了 我一个离婚女人还带着一个孩子 能把家过成现在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别看我们在城里 日子过得比农村好不了多少的 要不你再想想别的办法 小姑的这一套说辞 糊弄鬼呀 爷爷是1936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是离休人员 他那时候并没有什么病 连药都很少吃 最大的花费就是吃点喝点 每月吃喝就能把工资全部花完 典型的欺负我们农村人没见过世面 我爸一听就有点着急 跟小姑重申我们世界不是药 到时候会一分不少带利息的还给他们 可小姑还是笑着说 确实是没钱 而爷爷在旁边也是一声不吭 任由小姑满嘴谎话连天 我的心也沉到了谷底 知道小姑只是不想把钱借给我们 因为她知道我们老家有多穷 她怕借钱给我们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父亲无奈只能带我离开小姑家 这一趟 小姑只给了我们两百块钱 她一百 爷爷一百 相当于给我考上大学的红包 回家后我爸偷偷地哭了 我知道爷爷和小姑彻底伤了她的心 后来我听爸爸说 他没想到小姑和爷爷竟然那么绝情 一分都不肯借 后来我妈妈想到了一个表姑 他们家当时一堆烂事 都是我父母给结了燃眉之急 表姑也屡次跟我们家表示 有什么事可以找他们 我妈就想找他试试 因为他们家开商店 算是我们那里的有钱人 借钱不能空手 表姑爱吃我们那里的喜饼 我妈就唠了好多喜饼 让我们带着去拜访表姑 表姑也算是笑面虎 听我们说是来借钱 立马跟我们诉起了苦 哎呀 我们家哪有钱呀 你看我们家是开商店 可你们不知道的是货款 我们都是先收着的 外面我们欠着好几万呢 我自己过得焦头烂额 还想着去哪儿借点钱 二哥 真的不好意思 这忙 我无能为力呀 要说借钱 你应该找你儿子呀 他法院上着班 找几个同事就能凑齐的 你找他去呀 父亲善善地笑着 儿子也拉了一屁股债 自己都顾不上呢 都怪我没用 帮不上任何忙 要不两个孩子 哪用过得这么辛苦 我哥确实是在法院上班 那时候正赶上法院集资建房 价格要比商品房便宜好多 但再怎么便宜 也得十多万 家里帮不上任何忙 这笔钱全是哥哥嫂子 费尽巴黎借来的 他们俩那时候过得 并不比我们好多少 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所以我根本不能指望他 他自己的压力就够大了 开学一天天地临近 我的学费还是没解决 我眼见着父母一天愁似一天 这期间哥哥给解决了一千害 还有三千多块钱没饮呢 离开学还有十多天的时候 我三姨来了 得知我父母因为我的学费愁眉不展 他连饭都没吃就离开了 半天之后又回到我家 然后喜滋滋地给我们展示 他包里的东西 那是一打钱 应该有两千多块 三姨说 这是三姨夫去年赚来的工钱 一共两千三百块 本来打算买几头猪仔 现在用来给我交学费 我们都惊呆了 因为三姨家的日子 过得比我们还拮据 三姨夫前些年学做生意 不但没赚着 反而赔了一大笔钱 这些年一直在拼命还账 吃的喝的甚至不如我们家 我妈心疼三姨 家里刮过蔬菜成熟时 会让我爸时不时地送一些给他们 他们家根本就不在我们借钱的考虑之列 却没想到 最后是三姨主动借钱给我们 三姨说耽误什么 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大学 猪仔他们可以晚些日子再买 但耽搁了上大学 可就再没机会了 看着那些钱 我真的挺有感触 我特别想抱抱三姨 而我的确也这么做了 我妈已经磨起了眼泪 从收到通知书开始到现在 我的学费终于见到了希望 大头已经解决小头就不远了 离开学还有五天 剩下的一千块钱还是没有着落 我妈急得想去村主任家借借看 虽然没什么交情 但思来想去 也就他们家条件还可以 结果那天早上我妈还没出门 邻居二奶奶就上门了 二奶奶每天都来问我妈 钱筹得怎么样 今天得知依然毫无希望 二奶奶就跟我妈说了一句 实在没辙的话 把我猪圈里的那两头猪卖了吧 不能耽误闺女上学呀 二奶奶养了两头猪 但是还不到初篮的日子 没养到日子的猪要少卖很多钱 我妈一口拒绝 这是我们家的事 哪能连累二奶奶呀 可是二奶奶一不做二不休 回家立马让二爷爷把两头猪给卖了 然后把带着热气的钱送到我们家 就这样在几家人的努力之下 我的学费和生活费终于凑够 后来几年的学费 也没离开二奶奶和三姨的支持 依靠他们的帮忙 我终于大学毕业 大学里我勤工俭学积极的兼职 从大三起 我基本不用家里出学费 大四我就开始赚钱还债 毕业一年多就把外债全还清了 当时欠三姨和二奶奶的钱 我都付了利息 但是他们都没有要 从我毕业之后 我们家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 我哥也逐渐还清了自己的债务 嫂子也有了自己的事业 他们出钱把我们家的房子 休气一新 我每次回家都拎着大包小包 我父母彻底在村里扬眉吐气 吃的喝的穿的都不是村里那些人能比的 我每次都会去看看三姨和二奶奶 给他们带礼物 二奶奶虽然是个农村人 但她喜欢看美景 只是她一个农村老太太 不识什么字儿也不舍得花钱 所以旅游对她来说是一种奢侈 三姨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三姨也喜欢游山玩水 但她的儿女都忙于工作 也没时间带她出去玩 所以 从2013年开始 我决定带着他们一起出去旅游 我们是自助游不抱团 他们都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 门票基本都是免费的 只需要花费路费和吃饭住宿的费用 一圈玩下来花费根本没多少 从2013年到2019年 我们每年暑假都出去玩一周左右 每次旅游几个老人都特别开心 我给他们照了照片 然后洗出来 他们没事就翻看 然后跟亲戚邻居们炫耀 特别是二奶奶 每次都在村里炫耀 说跟着我沾了大光 而我父母每次都说 这是应该的 如果当初没有她那一千多块钱 我可能真的就不能按时报道 如今曾经看不起我的小姑 却时不时地跟我套近乎 她先是跟人打官司 就想起了我这个学法学的侄女 后来又得了病 当地医院建议她去北京找专家 我老公正好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的医生 她又找到我 让我给帮忙 她每次找我都会跟我解释 当初为什么不借给我钱 可能她也反映过来 当初拒绝的理由是多么的荒唐 而我每次都是笑笑 至于她求我的事 我都是能帮就帮 我认为没必要揪着过去不放 非得看她笑话 知道她是什么人就行了 疫情三年 我们的旅行断了三年 如今恢复正常 我们的旅行也要重新开始 滴水之恩永泉相报 三姨和二奶奶一辈子就这么点爱好 只要我条件允许 我会一直这么做下去 他们的恩情会让我铭记一辈子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